我就是想杀了刘邦 我想替你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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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替你出了心头之患 可你让我离开你 那怎么能行呢 除非 除非你现在就此死 让我死 要不然我就死在战场上 梅姨将军 别说傻了 胡说什么的 就问我戏言知道吗 大王 我希望 你能够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将功赎罪好不好 怎么将功赎罪 再杀回去吗 对 我杀回去 大王 大王 我承认我失败了 我的确是失败了 可是那是我在阵前 遭到了周伯和樊快的夹击呀 我就奇怪了 为什么汉军所有的兵力 都在作战 连流氓的将棋也在作战 大王 我请求你给我一次机会 您带兵出击 别让我再次出击呀 够了 别再说了 众历妹 你下去之商好胜休养吧 可这是咱们最后一次机会 传我奖令 任何人不准擅自出战 为令者 斩 哎呀 现在真是神算啊 哪里 忠历妹果然来了 是啊 项羽今日传令 全军不可出战 好啊 这样大王就有时间治伤了 报 张良大人 汐夫人来了 好 你下去吧 诺 那我先走了 好 好 夫人 张良先生 萧和丞相深夜来此 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萧丞相深夜至此 自然是军机要巫了 我知道 先生素来得到大王的信任 想必大王是有什么重要的话 留下来 要萧丞相来和您商议 夫人错了 汉王之事 萧丞相是只字为提呀 天色已晚 请夫人回去歇息吧 告辞 如今储君只是稍稍安分了些 可咱们自个儿的事还没完呢 你说的何事 太子啊 此事 此事 你我如何能知道 你我不知道的事 他全都知道 臣相 此时众将都在担心一件大事 不知臣相是否告之一二 也好让我们放心哪 我知道你们心里想的是什么 可是不该说的一定不能说 不说便不说 不过 我只知道 这太子 我凡快只认一个 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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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闹开了 何人在闹 如意他娘 出事了 这军的跪着可不吉利呀 夫人这是怪谁的 不知道 各位大人 大人 散了吧 都回营去吧 回衣裳去吧 夫人 请问夫人这是为何呀 我在为大王祈福 那夫人拜的是哪一路神仙呀 汉王乃赤堤之子 我拜赤堤 夫人 现在正是两军交战 在这样关键的时刻 夫人这样做会扰乱军心的 是啊 夫人要从大局着想啊 我只是一个女子 在为自己的男人欺负 也在为自己孩子的父亲求全性命 何措之勇 夫人应该这样想 小大人 敢问二位大人 你们都有孩子吗 如果你们其中的一个 你们的性命也正危在担心 你们会阻止你们孩子的母亲 为你们祈福性命吗 夫人所言极是 是我等无礼 夫人 你不用无礼取闹了 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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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 诺 刘将军 不肯造次 好 等一下 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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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专相 汉王的脉相已经很微弱了 我们赶紧决定吧 要不然就有生命危险了 可以带她回立阳 姐姐也可以随我一起回去 你这种女人 丝毫也不顾及我军的士气吗 走 卢将军 卢安 如果大王 大王又三长两短 你还是将军 你还是军士 可我只有一个招呼 你 夫人 好了好了 各位将军 我们还是赶紧做决定吧 不能再耽搁了呀 季夫人说得有理有据 没办法 是啊 为了汉王 为了自己的儿子 他这么做 也在情理之中啊 先别说这些没用的好不好 好 大王的伤势到底怎么办 这剑拔还是不拔呀 这依我看呀 干脆拔了算了 洗干净了 这烧就退了 我受过多少伤啊 不一样治好了吗 哪有那么邪乎啊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呀 你撞得跟牛似的 大王能跟你比吗 那你说 该怎么办 不能再等了 马上送到岳阳 让御医妥善治疗 不妥 路途颠簸 恐对汉王的伤势不利 再说 外移走漏的消息 军心动荡 对我们更加危险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啊 郎中 你说 大王的伤势到底怎么办 各位将军 依我之剑拔出剑簇 芭城有救啊 你们听听 听听 郎中都这么说了 还不赶快把这剑拔了 此事重大 他的话能算数吗 小豪 这事我们做不了主 而你是丞相啊 你说句话就定了 这件事 还是 还是问问大王的夫人吧 夫人 现在有一事 请夫人务必做出决断 小大人 我现在心里面难受 你现在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 夫人 竹公伤势紧急 这剑拔还是不拔 务必请夫人速速定夺 只有他身边最亲的人 才能做出决定 夫人 现在只有你了 小丞相 我现在已经六神无主 况且这么大的事情 我又不是郎中 你问我该拔不该拔 我只知道 若大王有个三长两短 我也要随他一起去 夫人 别伤心了啊 来 姑姑 你怎么知道小大人会来找我 我刚听说 小大人他们在商议 大王的伤势该如何治 那剑该拔还是不该拔 都已经炒成一锅粥了 这帮人没安什么好心 居然让你来决定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说 你傻呀 孩子 你前面就是话说得太多了 不管那剑该拔还是不该拔 要万一出了什么事 跪在你头上 该怎么办 大人 小大人 小大人 几位大人 大王的病已经很重了 我们得赶紧拿个主意啊 若没人拿这个主意 那我就来拿这个主意 夫人哪 这个时候了 顾不了这么多了 郎中 你要跟我说实话 当然 如果现在拔 有几成把握 六七成吧 混账 你刚不还说有八成吗 这干过多一会儿 直到六七成了 将军息怒 刚刚确有八成 只是大王伤势过重 多耽误一刻 便减少一分成功的把握 拔 他 诺 诺 赶紧烧水 快 烧水 烧水 诺 诺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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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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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各位大人 怎么样 醒了吗 剑醋已经拔出来了 但还得休养几日 等伤口都肿消了 才能有所好转 真是把人急死了 我们已经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剩下的就是天意了 几位大人这几日都辛苦了 赶紧回去休息吧 也不知道大王的上师什么时候能好起来 我真担心哪 真怕他 郎中不是说了吗 熬过这几天就能寝过去 已经四天了都没动静 一直也没醒过来 你怎么老是丧气话呀 我是怕 如果大王真的不在了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该听谁的呢 我没想那么多 反正我就听大王的 要真到那个时候 那个女人要是再来说三道四 我就对她不客气 你是说欺负人 还能有谁啊 那个女人啊 为人跋扈 心里总想着自己 话不要说得太糟了 是啊 代言大王快快地恢复起来 你说大王 是想立谁为师子 不知道 大伙儿都在问 可萧大人就跟根本葫芦似的 一句话也不说 要是能够立刘盈 那就没得可说了 我保他 毕竟他娘是咱丰佩人 好 好 要是立如意为师子 好 那大王那些基业 都会弃负人了 我绝不答应 你想了太多了 一个女人不足为虑 那萧和大人和周伯他们 如果要执意保如意为师子呢 你还会这么说吗 要真那样我就不干了 好 我也是 是 没关系 有我呢 不怕 站住 见过卢婉大人 你 卢婉大人有什么事情吗 你总是在挑事啊 我早就看你不失言了 现在大王生死不灭 敢问卢婉大人 到底要做什么 大王 你的心里真有大王啊 您的心里真有大王啊 卢婉大人 我看您喝多了 您还是先回去歇息吧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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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大王伤要是养好了 那就罢了 如果大王从此醒不过来了 我第一个杀的就是你 对 夫人 我们马上去见萧大人和张良 二位大人 如今的情势 有些话 我还是直接说吧 万一大王验驾于此地 该当如何 离谁为子嗣 夫人 大王还在世啊 出奇迹斗胆 我问的是万一 你 小丞相 大王可曾跟你说过些什么 大王还什么都没说 就昏迷过去了 没说过什么 那我替您说 大王要立如意对不对 你竟可以揣读大王的意思 那一萧大人的意思 要立刘盈 长子为嗣 自古如此啊 那刘盈便是下一个汉王了 项羽若以吕夫人为人质 要是动摇了军心 那汉的江山 他是不保 二位大人 乃施明大义的骨功之臣 我不再说什么了 好 郎中 怎么样 你可一定要再想想办法呀 小丞相 现在是不是该说 李太子的事情 李太子 诸位大人都在 当时 汉王跟您说了些什么 现在不能告诉你 大王跟我说了些什么 李太子 关乎他汉家的千秋姬夜 现在大王命悬一线 危在旦夕 你怎么 小丞相 现在汉王危在旦夕 我怕万一他有三长两端 你胡说什么 我怕 樊将军息怒 息怒 息怒 臭牙子 我批了你 樊将军 大王生死未卜 你冷静点 那他 立什么太子啊 你就这么等级吗 你们两个 不许造死 你不许造死 对啊 令尊者呼唤 他就认为你 别说什么 你不许造死 他就认为你 那你不许造死 呀 大王 喝口热粥吧 相语 知道我胸口中间了吗 汉王请放心 据哨兵观察 现在储君士气低落 相语应该是被你骗过去了 郡政的士气怎么样 大王 弟兄们士气高昂 咱们粮草充沛 兵源充足 相语他支撑不了多久了 好 二位大人 大王伤刚愈 不宜多言 那 我们就先告辞了 琴姐 琴姐在 带我送送他们 二位大人请 搏机 谢谢你 大王别这么说 我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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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从今以后 你我要相互照应着 共同服侍好大王 大王中间以后 可把我吓坏了 失了分寸 多亏有姐姐在主持了大局 妹妹过奖了 主持局面的是丞相大人 我只是做了我自己应该做的一点小事 我只是做了我自己应该做的一点小事 绿煮拔剑 这不是小事啊 姐姐 你救了大王的命 大王的命是郎中救的 你这么说我可不敢当 大家都是为了大王 大家都是为了大王好 这个道理 妹妹懂 回想起那几日 妹妹自己六神无主 乱了方寸 没能照顾好大王 我这心里面有亏 别这么说 现在大王已经好了 只要妹妹一心服侍大王 大王高兴 伤也就会好得快一些了 妹妹知道了 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不过 妹妹有一句心里话 还是想告诉你 你说吧 大夫人如果回来 我知道大夫人 一直都瞧不上我 我也不想刻意去讨好她 妹妹只是希望在这宫里 不再受别人的欺负 这个 我 我知道 姐姐是全心全意 为了大王好 你也是个聪明的女子 我知道你不会站在我这一边 可是妹妹求姐姐 也不要站在她那边 我只关我自己的事情 别人的事情 我不会多嘴的 如意这孩子还小 又不是长子 也没有那些大臣门的扶持 我担心总有一天 有人要陷害我们母子二人 到那个时候 奇迹 她无法自助 妹妹放心 今天我们说的话 出了这个门 我不会对别人讲半句的 不过有一句话 我也想跟妹妹说 一锅熬糊了的粥 越搅和味就越浓 如果把火灭了 兴许会好些 刘邦他起死回生了 细作来报 确实如此 大哥 看来咱们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啊 现如今是天寒地洞 连城壁上都结了兵 咱们想攻也攻不成了 没关系 来年一样砍下刘邦的脑袋 大哥 你不回彭城了吗 汉军不是一个没走 都在这儿受冻吗 咱们不向他贪图享乐 我们大楚的旗帜 要牢牢地束在这广武山上 紫棋 你去巡视各营 让将士们别吝惜柴火 多生火取暖 别冻着 诺 那我走了 大王 这么冷的天 相比刘邦的亲人 也正在挨饿受冻吧 你还在想着他们 他们毕竟是无辜的 也是刘邦最在意的 甚至他们与你并无不利啊 好 我让相伯去看看他们 好吗 夫人 无论如何 还请大家多多保重身体 有什么需求尽管吩咐 跟下人知一声即可 相伯一定满足 谢相伯大人 少跟我来这套 我问你 老太公呢 这 这脾气 太公可好 夫人 这点尽可放心 此次我家霸王把太公请去 无非是叙叙旧 聊聊家常 我相伯以人头担保 老太公定会安然无恙 请大人多诏议 不必客气 相伯就此告辞 太公有个三长两短 你看我怎么跟你算账 你拉我干什么 你说我拉你干什么 他救过大王的命 以后大伙对他要客气点 现在太公啊 算是到外面享清福去了 把我们留在这儿受着窝囊气 你闭嘴 多上说两句 去 去 夫人 日前命在旦夕的时候 也不见你如此 今天这是怎么了 这次汉王死里逃生 该要考虑立世子的事了 可是您不在 我怕流云世子会吃亏 大王知道该怎么做 大王喝药吧 不喝了 看 好得差不多了 来 陪我说会儿话 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瞧大王说的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呀 你胆子真大 居然靶剑 从我身体里拔出来 万一我死了呢 我也不知道 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又为这件事 我爹感激你一辈子 伯姬啊 你知道 大夫人要来了吗 好啊 这是好事啊 我是担心 你们相处不好啊 不会的 我不仅要伺候好汉王 也要伺候好大夫人呢 这是你真心话 大王 搏击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自从跟汉王来到了汉营 大家都对我很好 每天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我很满足 很快乐 如果有一天 大王烦我了 要让我走 我转身就走 绝不会拖累您的 这怎么会 我就知道大王心眼好 不会那么做的 大王 您放心 伯姬太知道 作为一个女人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你怎么知道 哪些事情该做 哪些事情不该做呢 人要学会知足 女人就更应该知足 只要我不滋生事 大王就不会为难 天下的女人 要都这么想就好了 大夫人身名大义 她会帮助汉王的 可也怪了 怎么她就和契机出不好呢 契夫人还小吧 经历的事情太少 好 汉王 还是把这补药喝了吧 不喝 听话 听说 都是那个狗女人造的药 大王才决议 不立婴儿为太子了 你着什么急啊 你是大将军 姐姐是郑夫人 等姐姐回来 这煮熟了的鸭子 还能跑了不成 你懂我什么 项羽那司 会轻易放了你姐姐吗 她一天不在 婴儿这孩子 一天就没个撑腰的 夜长梦多 早知这样 还不如当初就下毒毒死那个气 这话可不能乱讲 你怕什么 我就只是跟你说说而已 反正等姐姐回来 一样会弄死她 臭娘们 你给我把腿闭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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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娘 怎么了 如意 怎么了 如意 怎么了 如意 怎么了 娘 我摔掉了 摔哪儿了 你怎么看狮子的 夫人对不起 我不小心把狮子摔倒了 娘 儿子不哭 娘待会罚她 我的小祖宗 你可千万别摔坏了 娘 娘 刚才她为了保护我 她还摔跤了 不信你看 她摔坏了 她摔坏了不要紧 世子你可是尊贵之身啊 你可不能磕着碰着啊 娘给你揉一揉 揉了就不疼了 都怪我自己不小心 你们就别责罚她了 还不赶快带世子去擦药啊 诺 慢点走啊 如意 小心点 这孩子天生善良 迟早会被人欺负的呀 我问问你 来 近来大王可跟你念叨过什么 念叨 大王没说什么 没提过如意 提如意 好端端的提如意做什么 哎呀 他不提 你可得提啊 你是说 李太子的事 李太子 对你可是天大的事 立了如意啊 没有任何人 能敢再为难咱们了 汉王的伤势刚刚好 这个时候提 不提 怕是不妥 我可告诉你啊 现在可是最好的时机 要是等吕智回来了 你和孩子就是他的眼中盯了 要是过了这一阵啊 大王的身体大好了 就不好再提了 就不好再提了 你慢点儿 没事儿 要是累了就歇会儿 再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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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琪琪啊 这次如果没有你和伯姬 我这条老命 早就完了 大王别这么说 你是天命 永远都是万寿无将 你可真会说话 万一要真是有这么一天 臣妾也会带上如意 随大王一起去的 别胡说 我还指望着你 把如意养大成人哪 就算臣妾不死 也会有人要了臣妾的命 你这话什么意思 臣妾怕 臣妾一直都不敢说 有什么事 说 在大王昏迷的时候 有人想要臣妾的命 谁 卢婉 卢婉 大王您醒了 曹参冠英两位将军 已在门口等候多时了 怎么不早叫我呀 刚才您在休息 怕惊扰到您 所以 快请他们进来 诺 等等 那 给我备马 我正好想出去走走 诺 走 来 坐 齐王 是不是该发兵了 兵发何地呀 兵发狐狸啊 汉王的信 已经说得清清楚楚 还不怕 什么厉害 还不怕 还不怕 对 好 你 感谢观看